那時候第一次簽了合約不拍就不行 第二,那場很厲害的一場其實是重拍的 因為我們第一次拍完之後 我聽說角色根本的主要目的不是強姦 不是賣弄這些東西,很賣弄 根本就是很賣弄 他一來就強姦,然後弄死他 就是這麼多 拍了這麼多 不見空啊,又不見什麼啊,又不見什麼啊 不夠虐待啊,所以就變成虐待 根本的角色都不是這件事 約了Ming Sir 看著我強姦你老婆 你老婆五十、六十歲 這樣還可以吧 為什麼你為了賣弄 為什麼你只是去李華月那裡呢 這是一個很賣弄的東西 但是有人喜歡看 對啦,喜歡看啦 喜歡看一點 至於說怎樣弄關他 那些東西是香港想出來的 不關我的事 前面的過程是我想出來的 你吐口水啊 那些東西我想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去到現場 指導告訴我 撞到地上 撞到地上 撞到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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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的題目就是恐怖 你一點都沒有 那你想怎樣 那我就告訴他 這樣就恐怖了 出不了街 我說你是要恐怖 但你又出不了街 那你想怎樣呢 最後 咦,怎麼死 那怎麼死啊 他在桌上 那怎麼死啊 死啊 不知道怎麼死啊 怎麼死啊 那我想到了 我跟他老婆吃飯的時候 我跟他老婆吃飯的時候 你真的想這些東西 你都好得 你 我相信他就是這樣 都合進了這麼多年來 就是相信他 有些時候 那些噁心的東西 真的不想得 很噁心的 不是噁心的 因為大家都一身汗 那一身汗 加上那些血漿 加上那些血漿 你加上去 我直接說 那些豬腸 隔了幾天 嘩,夠了 還有那些血漿才慘 那些血漿是用到 花紅粉和血漿混在一起 已經用到沒有 還有那些顏色不可以 稀的 會混合蜜汁 所以 那些電腸的味道 黏在我的手 洗不掉 那幾天回家的味道 很醜